基隆有民众表示 太太收到了来自苗栗的交通违规罚单 但是违规的照片非常的模糊 几乎看不出车牌号码 违规车的型号也不同 另外违规的时间点 当时太太在基隆上班 根本也不可能出现在苗栗 夫妻俩于是提起了行政诉讼 对此竹南分局的原警坦诚书师 将请监理机关撤销罚单 我们无故啊 今天我开我违规 我被罚没问题 但是不是我啊 一张又一万二 又要被调扣半年的驾照 民众真的好无奈 因为他的太太 日前收到两张交通违规罚单 只不过夫妻俩明明都在基隆居住工作 但违规地点却在苗栗 让他们超级傻眼 我说说你怎么上班会跑去那里 他说他没有啊 那我们就问我老婆公司 他说确实在上班啊 秀出太太上班打卡记录大声喊冤 因为被开罚的车辆 就是太太每天上班骑的机车 罚单上标示 违规机车去年12月15号星期五下午三点多 在苗栗竹南台61线限速40公里的路段 一路飙到时速87公里 超速47公里 已经构成危险驾车 这种车 不只违规地点时间都不太合理 违规照片也很模糊 车牌号码几乎看不清楚 违规机车跟自家机车的颜色 型号似乎也不太相同 但夫妻俩却收到罚单 不只得面临一万两千元的罚还要掉扣牌照 不想被迫吞下罚单 夫妻俩向监理战申诉后 预计提起行政诉讼 而开出罚单的苗栗竹南分局警方 了解案情后也坦诚疏 将喊请监理机关撤销法单 记者综合报道